接下来我们除了初始化以后呢 再进行一下其他的配置 对照相机这个东西来说 我给大家说了 有些其他的 比如分别率啦 白平衡啦 色度亮度啦 这些都怎么做 有 那有我们如何自己去修改 上节课只是简单的初始化的下 7670 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修改 那首先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如何去修改啊 那其实到这里边是非常简单的了 我们知道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 都是依赖于SCCB总线 所以要依赖你上节课的代码 把你的SCCB总线给配出来 配出来以后 只要你找到了相应的寄存器 写入了相应的数据 那么这个功能就做出来 对吧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些简单的 这个分别率 我们最后看 先看白平衡 那这里边我没有写东西啊 因为东西太多 再有个手册 我给大家标出来 在第16页 我们打开手册 看第16页啊 有没有一个白平衡 OK 在这里边有个白平衡 我们看到这个白平衡呢 就是写了一些数据 就是写了一些数据进去 对吧 write iphone c 我们把这个改成什么 SCCB write reg对吧 然后把相应的寄存器写进去就OK了 是吧 0x13 0x17 这就写了一个自动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重击地址永远是0x42 当然这个你不用管了 因为我们在SCCB初始化那会儿呢 我们已经把它定义好了 对吧 重击地址就叫0x42 我们需要找的就这句话 把这个变成SCCB就OK了 那在四种白平衡模式 四种还是五种 五种可能是不太实数的 你自己数一数完 我数不清了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代码在哪写的 当然下面这段代码其实不是我写的 我参考别人的 对于白平衡 首先这是一个默认词 然后我们看 再写了一个函数的 你要哪种模式呢 第一种Mode SUNNY 我们看SUNNY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0x13 0x15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什么15 大家告诉你呢 我看啊 我这学用它这个 我觉得这个选择非常的漂亮啊 大家看这个变量的名字起的非常的漂亮 REG13 等于什么Value的 这就告诉你呢 击重器13 它的值是这么多 击重器01 它的值是这么多 击重器02 它的值是这么多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 01 它的值是5A 02 它的值是5C 看到没有 是吧 那下面这四种模式 我们参考手册就OK了 对吧 配完这个值得 我们把它写进去行了啊 那把13 写这么一个数 REG13Value 01 写一个REG01Value 那把这三条命令 都写进去以后 就完成了你的白平衡 再往下 还有色度 同样的写法 差不多的啊 几乎差不多 我们看到了 这会告诉你 这个竞争计的地址是多少 4F5054 Value 然后这有个52 这有个53 然后它的值都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这里边我会给大家列出手册啊 色度在第16页 还是在第16页 我们来看看第16页 这有个color 这也是色度的意思 我们看到写这几个值 5354582吧 4F505152 写的是这么几个数据啊 只要你把这几个数据啊 这样写进去 就完成了你的色度的配置 你要哪种色度 当然我也不太懂 这个色度到底是怎么用好用啊 说实话 真不太懂 但如果让我配的话 肯定是这么配的 但是这里不知道 大家看这个程序怎么写的啊 REG4F5054 等于0x40 REG52等于0x11 REG53等于0x2F REG52等于这么多 REG53等于这么多 REG等于这么多 大家看这个名字起的 5255354 这个名字起的 是不是有点不太懂呢 自己好好读一读 这个到底怎么做的 4F804066 我们看看手术 我们看看手术是不是这样的 有没有这么一个数据呢 80 这有一个80是吧 2251 2251 找一下 2251 这又是一个 54又是个80 58 291 他这个名字起的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读呢 这个是不是应该叫 这个单根应该叫54是吧 这个应该叫4F 然后把这几个写进去以后 这个看懂啊 这个说明他这几个 寄屏器的值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他起了这么个 说明4F5054 这三个货的值呢 是相等的 就等于这么多 我们看50也写了这么个数 所以这三个货呢 他的值是相等的 这个手册就懒得翻了 肯定是相等的 然后还有各种亮度 对比度呢 写法都一样是吧 十位次 然后这个寄层器地址 也告诉你了 数值也告诉你了 这个完全呢 我们是依赖于这个手册 手册这一块呢 都是写的如何配置 那这个我就不多看了 这是具体呢 我们去配置呢 每一个函数都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点上去 可能没有说到是吧 767init最后有一步啊 有一个放胸环 去写了几个数据是吧 写了这么多数据 那这个货在哪呢 这个货 有一个config.h 大家看config.h里边 把数据都列出来了 左边 这个是个二维数组对吧 那么左边这一粒呢 这叫寄层器地址 右边这一粒呢 这叫数值 然后通过放胸环呢 我们把这个设置一下 这是默认的初始化设置 这包括了它的一个 RGB的格式对吧 我们采用哪种RGB 还是YUI YUV 或者是窗口 分辨率怎么做 时钟怎么做 等等等等啊 这是一个初始化的设置 其实这个设置 也不是他写的 就是官方提供的一个 初始化的设置 我们用一个放胸环 去把这些数据写进去 就OK了 看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看最重要的一个 分辨率 这个分辨率 是非常要命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配不好的话 你的图片根本写实不出来 就是什么白平衡的色度了 你自己慢慢去玩吧 看怎么调好看 分辨率是最麻烦 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分辨率怎么做 分辨率跟什么有关系啊 这还是跟之前的知识有关 我们说了分辨率 这个图片做的时候 是N个点的吧 一个点其实就一个像素的意思 这么多个像素 输出来横数 所以这个分辨率设置完了以后 比如说320啊 乘以440 这个320呢 我们叫一个什么呢 叫宽啊 我们叫宽 宽乘以高 那如果你要做这么一个分辨率呢 意味着你的每一行有320个是吧 总共有多少个行呢 240行 这是分辨率的意思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懂 那了解了这个分辨率的意思以后呢 你就知道这个分辨率如何做了 想没想到有一个时序图 是这么做的 每一行有多少个点 有一个时序图对吧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时序图 那这个时序图 其实我们可以翻到 这儿有个手册啊 分辨率怎么做的 这是我买这个模块 它带了一个手册 我们手册看行 就我们这个宽度是这么做出来的 一个时序信号来了以后 然后这个行里边就可以传输具 一个byte 一个byte的传 传完了以后呢 会有一个结束的水平 水平结束信号 这是它的时序图 然后对照的这个时序图 我们会知道这个href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你的宽度乘以2 为什么呢 首先宽度大家看到 对照时序图来说呢 这个href等于宽度 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乘以2呢 一个像素有两个字节 是吧 一个像素有两个字节 还记得不 RGB565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个字节 所以href等于宽度乘以2 最后大家了解了吧 然后这还有一个hstop hstop和hstart 这上面我们之前还得看一下这么一个东西 那start呢是行的开始 行开始的高八位 hstart 就我们行呢是从哪开始的 然后是从哪结束的对吧 但有个开始和结束 这两个决定着我们 我们这个分辨率的设置 然后这个设置完以后 大家先看这几个寄存器的意思啊 还是高八位是吧 结束的高八位 然后这个位呢是 场 场就是列啊 高八位 高八位 然后 然后再还有一个 低两位是吧 那说明呢 我们这个一行的 大家看到一行呢 有高八位和低三位 所以这个行呢是有十一位 有十一位 来表示行 然后列呢是有十位表示列的 这是这几个寄存器的意思 最终我们配好这几个寄存器 就设置好了分辨率 那再往下看呢 我们首先刚才看到了这个href呢 它是一个宽度乘以2的意思是吧 那么start是什么 是它的起始 比如说这里边 是一行信号的 我从这开始掐是吧 从这开始掐 然后到这结束 那这两边呢 我去掉是吧 不要了 这也不要了 这就所谓的起始和结束 然后我们说了 中间这是个320是吧 宽度320 这个叫start是吧 start 这个叫什么stop 那所以我如果我给了你一个start 再给你一个分辨率 你就知道stop是多少 或者我给你一个start 给你一个stop 你知道分辨率是多少 相解就知道了这个数多少 而对于分辨率来说呢 我们知道呢 这是由我们具体来计算的 我们给的是这两个寄存器 通过这两个寄存器的值 相解就知道是分辨率是多少 在中间不要忘了乘以2是吧 乘以2是吧 一个相数两个字节 这是我们分辨率的一个计算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计算分辨率的话 首先你要给一个初始的start 然后给了一个结束 那么他俩作差了 就是得到的一个分辨率的 好像等于多少 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184是吧 假如说我们184是吧 start184 加上320是吧 320乘以2 等于肯定不是40是吧 这个40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800多少好像是 824好像是 这个等于84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写824 你才能配出320的分辨率是吧 但为什么不是824呢 这个跟我们这个图有关系啊 跟这个图有关系 这个图我们看到这个HREF呢 这有个时序对吧 我们持续就懒得给大家看 自己去读一下 最后计算出一个公式啊 那么一个周期是784个TP 那所以如果你超出了一个周期 是不是应该取余呀 对吧 比如说一个周期是5秒 你要计算6秒的东西 那是不是应该 6除以5取余剩1秒 所以6秒和1秒是相等的 是吧 这是因为周期性的问题 所以最后这个stop啊 它这个配着40是有问题的 问题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它取余了 因为完整的一个行 一行的周期784 所以你应该取余784啊 才能得到这个数据 然后垂直的开始 这是随便给了一个数 垂直的结束等于什么 等于490 这个垂直还一样对吧 从哪开始 那垂直呢 可能很多地方都有数据 对吧 这不要了是吧 这也不要了 然后垂直就从这开始 这就start是吧 这就结束 stop是吧 那start加上高度是吧 高度 hit 等于stop 这是它的结束信号的刷法 所以如果给你一个起始信号 再给你一个结束信号 就知道分辨率是多少 做差是吧 这个等于480 而事实上 这个480 其实是还除以2 这个除以2是因为下面有问题啊 我们再往下看 那总之道 这个公式大家应该知道 是这么做的是吧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基础器 表示了一个start和stop 只要他们两个做差 就得到了宽和高 是吧 这个也是一样的start和stop 那我们知道 横着乘以2是因为一个像素 有两个字节 那么数着为什么叫乘以2呢 这和这个有关系啊 VGA是这么一个时序 那么QVGA呢 是这么一个时序 很明显这个两倍是吧 两倍 那么VGA大家还记得 是哪种像素呢 640乘以480 QVGA呢 是320 乘以240 那现在你是哪种格式的 你的LCD 是不是这种格式的 所以呢 最后呢 我们会乘以2是吧 所以最后有个乘以2的过程 所以这个啊 这个公式他写错了是吧 应该是VSTOP 等于高度乘以2啊 高乘以2 加上start 然后这个手册也不太靠谱是吧 还得读试试 就这个样子才能做出你的分辨率的设置 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分辨率是什么这么做的啊 OV7670 我们找一下分辨率在最后啊 首先这里边有个起始啊 这还是两个起始 行的起始和列的起始 然后有个宽度和高度 这个函数他写的有问题啊 这个函数这块 其实这个地方是高 这个地方才是宽 稍微倒下位置应该 这个看里面的写法就知道 我们看到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除以七八十取余的过程啊 因为你超出一个周期的话 就应该把周期去掉了 而这个是Y 你看它的Y是什么 HIT 我们知道行才是那么做的 所以它这个高度和宽度其实起反了 明字起反了 做了一些处理以后 我们看到是不是把数据给写进去的 还是一个SCCB 对吧 那么对于是写哪个计程器 这个从手册得到的 这个start呢 由于它的位数比较宽 是吧 超过了八位 所以分成两块来写 还有它的这个 H的start 也是分两块写的 中间这些计算过程呢 大家去参照我的那个公式啊 这个手册里边 最主要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公式 参照公式来写出你的代码 那么有了这个分别率的设置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它 你可以输出任意大小的一个图片 对吧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不想读里边到底怎么做 你要知道这个函数啊 它这个宽度和高度 知道我写反了啊 写反了 你会看到我 这里边我会有一个分别率的设置 大家看到我这写的 240乘以320是吧 那其实这个过程呢 它是320的宽度啊 240的高度 是这么做的 这是一个分别率的设置 大家下去仔细去读读那个手册啊